再看的是手機有新功能 卻不會用是不是很頭動 或是買了100分的手機 卻只能用60分的功能呢 立法院的交通委員會 就要求NCC協調各電信業者 要提供免費的課程 最快三個月內 納入定型化契約的範本當中 讓民眾舊機換新機 也可以快速上手 那我舊手機上面 有在使用LINE的話 我可以把資料移轉過來 今天是iPhone轉 Android系統就沒有辦法 拿著手機早起詢問 到底要如何操作 手機換新機或是下載新功能 少不了一段陣痛期 讓不少長輩 講到智慧型手機就直搖頭 進入手機操作改字體大小 別說最新功能了 連基本操作都難倒一堆人 因此立院交通委員會 要求NCC協調各大電信業者 要提供民眾免費基本操作 還有APP的教學課程 並且在三個月內納入契約當中 就是從最基本的手機的基本設定 到APPLINE的教學這方面 大概兩個小時 眯著眼盯著螢幕仔細研究 像是台歌大提供免費課程 讓民眾免費上課 遠傳也在門市配有 專業人士協助 希望力促中華店台灣之心也能跟進 我如果真的上課族群 大概平均其實應該 平均起來五六十歲以上應該是有 對當然看機種的電腦 我覺得不同機種他們的消費族群 跟不同 像智慧型手機日新月 一根不上的更新速度 有了免費課程銜接 或許就能縮短陣痛 用其減少對新科技的恐懼感 有電TV 林田宏珊 台北報導